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歡迎來到這一節財富長城 OK 這個 微光B之息 那今天都已經禮拜五了 這11月10號跟你規劃的 微光B之息 那來到昨天 那已經真的是一場暴風圈之後 上下亂掃蕩之後 你所出現的第一道微光 但這第一道微光呢 長了兩天 它今天停了下來 它今天停了下來 妙不妙 妙不妙 就剛剛好過高一點點喔 11月10號就畫到這裡來了 現在朋友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你在想著 老師我下一步要怎麼做 對不對 朋友這是不是我們第一次的規劃驗證 這是我們第幾次的規劃驗證 我這樣說 那麼這個位置點 這10天之內 我們來看10號到21號 這10天之內 11天 然後我們又經過了一個週休二日 還經過了兩次的 我辦了兩次的演講會 這裡辦一次 這裡再辦一次 我都在告訴你 在你來演講會之前 我都擔心說 你這個地方上下亂掃 上下亂掃 你不知道那個真正有意義的轉折點 會是在哪裡 只有在11月18號這一天 只有在11月18號這一天 不是嗎 沒有天天在轉折的喔 沒有天天在轉折的啦 只有在11月18號這一天 才是微光B字C 真正的發動點 好了 11月18號 這個訊息你有了 這通訊息你有了 你有掌握在轉折點 幾乎是最低點 17、18號 這兩通訊息有了 選擇權你也掌握在最低點 那昨天上來了對不對 對不對 前面這兩天 18、18、19上來了 好 你驗證了 現在 來到這個位置點 現在大盤還收在9091點 旗子還在91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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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能幹嘛 該不會又像這個地方再來一遍吧 你是不是這樣想 好 我先來告訴你下個禮拜的答案 11月10號 那一天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其實前一 上個禮 這個之前的 11月10號的前一個禮拜五 已經預告暴風圈了 那11月10號 漲上來我告訴你 OK這個暴風圈會在哪裡 今天11月21號 我們這個微光B之C 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一樣 微光B之C下週續閃爍 什麼叫下週續閃爍呢 昨天大盤有50幾家漲停板 那今天還有42家漲停板 閃不閃爍 很閃爍吧 很閃亮吧 微光B之C 下週還要繼續閃下去 那這個怎麼辦 朋友我問你 從這個暴風圈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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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幾天 11天 一共11天 那接下來 如果再給你11天 你會經過什麼 選前選後 對不對 選前選後 一個是選舉前 一個是選舉前 還有五個交易日 一個是選舉後 所以這個選前跟選後的規劃要不要緊 你需不需要下一步的規劃 那我昨天已經跟各位講了 上一次這個轉折錯過了 朋友 現在南 南是南在什麼地方 南在中間 對不對 南就是南在中間 十八號那一天嘛 沒有掌握的嘛 我在倒數你沒有掌握的嘛 你們那個多擔滿倉的老師最後那天躲起來播重播了嘛 我告訴你什麼 我又躲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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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了上來兩天三天的時間 一樣到了中間 我必須告訴你 即使在今天這個 這個盤整區之內 沒有例外 你還是需要我們的訊息 很多人看到今天的盤 這個大盤這裡起十二點而已 還有四十二加漲停板 這是什麼意思 看起子的人看起來要睡著 我來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不用看今天的訊息 先不看今天的訊息 我先看昨天 因為今天訊息沒有什麼意義了嘛 已經收盤了嘛 你對於大漲了兩天之後 對於暴風圈之內 由B之B之C 11月18號這個低檔上來之後 一直到昨天為止 11月20號 20號大漲囉 又繼續大漲囉 那21號你要面對什麼狀況 我給你看一通訊息 我給你看一通訊息 11月20號 這是昨天大漲的時候 全體會員收到 此處將進行三到四個小時的震盪整理 三到四個小時的震盪整理 你原來部位獲利續爆 有低咱們再加碼 沒有低就等明天嘛 就等今天嘛 今天再也沒來 你還有禮拜一嘛 所以你說這個盤整在大漲了兩天之後 我們如何要事先知道說 原來接下來它就是整理的 你接下來當然是整理 空它也不對啊 你做多好像沒辦法馬上賺錢 所以 這又牽涉到一個細微波 我昨天跟你講到細微波這個問題 這裡的策略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啊 即使在今天 這個測標已經跟你寫了 下個禮拜一 下個轉折之前 下一個轉折之前 什麼叫下一個轉折 B之C結束之後的下一個轉折前 這個逢低偏多的策略是不變的 不變的啦 重點在抓那個tempo 重點在抓那個tempo 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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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今天一副又好像掉不下來 掉不下來 會不會猛然禮拜一又正一下 你想不想知道 今天的訊息是什麼 還有禮拜一的訊息是什麼 因為今天已經結束了嘛 所以規劃規規劃啦 規劃規劃啦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按表執行這個規劃 朋友你現在沒有掌握到B之C那個低點的朋友 我先告訴你一下 你那個不要說看人家漲上來 你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那你就去空它 還沒有 這個昨天B之C才剛突破而已 我突破之後回過頭來整理整理 就好像我昨天在訊息裡面已經請我們的會員 你要有這一點心理準備 不要急 他會進行三到四個小時的整理 有沒有今天一整天 就晃在這裡 早上這個你要不要急 你不要急 禮拜一還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 但那個時間我怕是很短 時間我怕很短 就是說你能夠進場的時間很短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 要有短期體驗的原因嘛 我剛講過了從11月10號到現在 你現在 當然現在回過頭來想想 大家會在這陣子覺得滿沮喪的 滿沮喪的 那那個很沮喪的原因是說 奇怪它上也不上 它下也不下 倒是在原地呢 上下給你亂扒亂扒亂扒 那不然動不動就用筷子呼呼的出來來一下 那你在那個雲霄飛車裡面 你是很難得到便宜嘛 所以你只有一個辦法 掌握轉折點 上一個轉折點 這整套 你看這整套 簡直是一個完美規劃 從11月10號 暴風圈給你畫好 11月18號告訴你這個破景線 你看到了破景線 小心啦 微光B字C48小時之內發動啦 到了今天 到了昨天 11月20號 你沒有這通訊息 你當然覺得 怎麼會這樣 沒去也沒路 當然還是小漲對不對 所以逢低偏多的策略到底在哪裡是低 那你那個低 我說過你 你不可能再期待它回到這裡來 再回到這裡來麻煩就大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下一個轉折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 這個要上 還有那個中間 對於操作棋子的朋友來講 操作的中間那個 怎麼去切入 既然逢低偏短多這個策略沒有變 那怎麼去切入 今天又再盤整 又再盤整 那禮拜一你還有機會 今天成交量788億 短期體驗 短期體驗 說是短期啦 不要小看短期 不要小看短期 10號到20號 也不過僅僅10天的時間 那已經死傷無數了 所以從現在開始 這個短期體驗計畫 這顯得就更有意義了 因為這個短期體驗計畫 它會去囊刮到 它時間上會囊刮到 我規劃裡面的下一個轉折 第一個在短線 這個震盪橫盤 震盪整理中間 你要怎麼切入 第二個 你要用什麼 你現在在三腰中間嘛 你要用什麼最安全的策略 能夠上車 先把BC給做完 然後同時再掌握下一個轉折 這個時間不會太多 我先預告了 所以在這個週末的時間 你要注意名額真的是有限 名額是真的有限 廣告時間 現在就先把電話給撥通 我們下個階段來看看 股票今天還記不繼續 微光鼻子吸 我和你一樣也是一個爸爸 你願不願意讓我來分擔一些 你們照顧孩子的辛苦 我當市長 台北市12個行政區 每區最少三個公辦民營脫營中心 免費幼教從五歲降到四歲 而且育兒津貼再提高20% 孩子的未來就是這個城市的未來 投資您的孩子 您的碩文絕不熟了 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錯過微光逼窒息 您不能再錯過下一波大轉折 短期體驗限期實施 找對的老師做對的動作 您而有限競速來電 請您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02-2781-0909 02-2781-0909 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錯過微光逼窒息 您不能再錯過下一波大轉折 短期體驗限期實施 找對的老師做對的動作 您而有限競速來電 請您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好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符合式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幼 最記憶啊 先用記憶啊 五分鐘 好 那麼一樣 那麼股票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麼從10號到20號這一天 當然很多個股也在這個地方經過了一個大震盪 也在這個區間跟大盤一樣 同樣經過了這樣一個大震盪 來到這個大震盪 現在你依然看到盤面上 今天收盤還有42加漲停板 你覺得這微光B之C亮還是不亮 微光B之C照亮了沒有 有亮 可是老師怎麼會 很多股票是漲了一下 奇怪 又沒有了 這我要跟你講的另外一個含義 這微光B之C的含義 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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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爍怎麼辦 你還是一樣 中小型股的反彈 我在個股的部分 我在個股的部分 我也是一樣 用波浪直接跟你講 不然你會搞不清楚 怎麼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到底是要怎樣 好 我們以美食這一檔來講 好 美食 因為太多檔了 這幾乎是類似的現象 幾乎是類似的現象 好 美食呢 OK 謹防第四波反彈 那第五波還要破底 這個有沒有變 沒有變 可問題是第四波的中間 它怎麼去個反彈法 昨天已經用我們3D波浪講義 跟各位講過了 所以這個課 你以後有機會來上 你要稍微上一下 很多事情 你有那個概念 很多讓人家覺得多空不明的盤勢 你有那個概念 你就知道 喔 這些在做啥 對不對 震盪反彈第四波 震盪反彈 息息短空 他怎麼個洗法 剛開始 欸 弱勢緩慢的反彈 對不對 第一波上去之後 欸 好像不行了 好像不行了 對不對 哇 尾盤 這個還是昨天畫的喔 尾段 其實這是最後一段了 這最後一段了 尾段再給你上來 今天有沒有繼續上來 我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他還是繼續上來 他還是繼續上來 那你要知道這個概念就是說 好 這裡你當然手腳 你如果做股票 你只是要做個幾天的 做一個很短的三五天的 你要可以跑 可以啦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大概是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神速 沒有那麼靈活 大部分的朋友 沒問題沒問題 我告訴你喔 那是用沒問題 你不夠靈活的人 我告訴你 你這個第四跟第五上下 都還有破底震盪在反彈那一大堆 這種震盪也很多啦 你說老師這樣要怎麼辦 我告訴你 從現在 從現在這一刻開始 下一個轉折 那個下一波轉折之前 有些股票是可以先短空一下的 第四波高點 等它彈完 你可以短空一下 老師只有放空沒有做多 我告訴你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你只是 每個人都只在那邊問說 就像上次演講會 老師跟你講說 你還要問我短 結算後怎麼樣 那不都已經事先畫給你看了嗎 你們都只要知道短期 那股票被套就變長期 我現在先跟你 稍微預告一下 現在這個第四跟第五 等它走完了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這四波反彈跟第五波的破底 走完之後後面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圓月行情 還有圓月行情 圓月行情要幹什麼 圓月行情當然是逢低偏多 但是還沒到時候 還沒到時候 所以這次不是 這次不是 所以說你要多空雙賺 老實講波浪的本身 它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它不是說我抱著 除非你家有幾十億 那是另外一個做法 你的資金如果有限 多也要賺 你空也要賺 OK 跟著我們三地波浪的規劃 跟著我們三地波浪的規劃 剛剛已經跟你講過 這一波還不是完真的 OK 第四完了 還有第五波浪 這個都沒有變 第五波浪 第五波浪完了 那就開始了什麼 圓月行情 老師那你這麼說 大盤怎麼辦呢 大盤怎麼辦呢 好啦 大概講一下啦 你這個地方來到這裡 你要怎麼閃爍嗎 我就不能這樣閃一下嗎 哇糟糕畫不下去 我用粉紅色千支筆畫 沒有什麼時間啊 對不對 就可以閃來閃去啊 我閃來閃去啊 閃來閃去當中 轉折日前 你還是偏縫低偏短多 所以我現在大概畫一下給你看 這上次這麼清楚的規劃 你都沒有掌握到了 你這個接下來你怎麼去掌握呢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喔 它能夠去閃的時間不大多 那個B字C是還沒有攻完 B字C還沒有攻完 但是它中間會閃的時間不大多 所以就起子而言是這樣 所以個股在那邊 個股的部分 它在閃那個漲停的時候 你稍微記住一下 老師跟你講的那個叫第四波反彈 第五波完了 我們再來談圓月行情 你看看老師 不是只能畫這十天而已 不是只能事先規劃這十天而已 還要讓你驗證 老師幫你著想的 幫你著想的是整個一個 從現在開始 跨到選舉之後 一直到農曆年前 你的個股的操作計畫 你的大盤的操作計畫 你要怎麼樣操作 這個時間沒有很長 但是呢 就好像上一次暴風圈的體驗一樣 你一定過癮 一定十足過癮 短期體驗計畫 讓你不再錯過下一個轉折 這個名額是很有限的 下個禮拜一繼續閃爍B字C 但是短期體驗的計畫 它不會永遠下去廣告時間 趕緊把握這個名額有限 一次開放短期體驗 謝謝 請先用 不好意思啊 暫停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紹 他屬於有村的村子 是水的 就那個啊 有市場的阿龍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也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菸 摘油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還逃漏菸酒税 以及健康福利捐 3.1 出健康 不訓好失業菸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便拿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事先規劃 事後驗證 錯過微光B至C 您不能再錯過下一波大轉折 短期體驗 限期實施 找對的老師做對的動作 您有限競速來電 請您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便拿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我心中都有一條跑道 你我心中都有一條跑道